录制了我继续重新说一下 就是他的上旬装的是side story 下旬装的是危机可约 9月开主线 也就是说他就比二周年庆好一点 就是说他第二个月没长草 他开主线对吧 他这次 这次他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玩家吼的那些最大声的 一个是一个是加强 加强一些角色 他通过一个 类似于强化官一样 做特殊任务来强化 他不是装备系统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你可以大致理解成一个 微型版的金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职业划分 他也装了 然后还有一个中文配音 你看这些都是玩家之前 去带过节奏 然后去吼过的 他都去做了 但是像肉供这种东西 我觉得他就是 可能真的是时间上的 就是包括开发上的问题 真来不及 我觉得是开发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和二周年比 到底怎么样 重点还带于 家伙的可玩度 对 我觉得你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从形式上来说 我觉得他其实跟二周年差不多 形式上有点像 他形式上真的跟二周年差不多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很让我就是觉得 费解的地方 就是他为了这样一个活动 他为了 就是开了这么一个 只有半小时的直播 然后同时花费了大量的美术资源 去做这个动画 以及这个尤里卡 对吧 这个尤里卡 中文配了 中文配了 动态力汇化了 还绕着他讲了半天 包括这个人设讲了半天 你觉得不是流行角色 伤的是一个毫无关 一个男的 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要顶着 开一年四个限定 这个先河的这个压力 他装一个新六星 但是他放了这么多东西 他放了这些东西 一个跟二周年差不多的东西 他想干嘛 我觉得其实跟二周年 包括六月份 七月份 他想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他还是在 还是在 还是在提成 我觉得 当然就是所有的东西 不能说那么绝 因为 因为你要看他这个下活具体的一些内容 因为 因为这一次你看到有一个四百杀的一个东西 还有一大堆很多的那些图标 这些都 这些东西给我的感觉就跟那个当年肉格差不多 你知道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肉格 因为 他有肉的感觉吧 对 对 他有 对 是的 他有肉格的感觉 他画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图标 这么多的美术资源 如果他最后没有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玩法 就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先铁人赛道 然后那个 对 他那个 如果这么去想的话 他也有点像肉格的分层 对 他确实是 就是说 但是 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些东西 他为什么不在直播里就把他说完呢 对啊 这是 这是很令人费解的 就是从营销 从这个宣传的角度来说 包括他运营之类的一切一切的话题来说 他为什么不把话说完呢 因为他他给我的错觉 就是给我那么多信息量 那么多美术资源 花在这些上面的时候 给我的错觉就是他配到了一个 配到了一个 应该都是对得起这个出限定的一个玩法 但是他没说 他这个肉格确实也就是可能一直提了一个名字 即使他几时都没说 他这个直播 就讲了 就讲了这个名字呀 哎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觉 先评论区已经在喷陈瑟的例会了 但是陈是同一个人画的呀 经济到还好 但是 金耀尔那个 那个我真看不惯 我来看看 我觉得这个脸确实个外 就是 哎 就是有点怪 但他那个是LiveRD截的一个图 整体效果还不知道怎么样 你看他这个收集标志物 解锁对应改造 强化作战能力 对呀 他这个很像肉贾 他如果 如果就是按我的设想 如果他不是搞 搞热格或者其他玩法 他说了你重复周级的话 可以去换那个 就换那个活动的 你听我说 就是他可 十年券已经发了 十年券已经发了 谢谢他 对 不是 我跟你们说就是 就是他如果不是做任何新玩法 或者肉贾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定制方案 收集标志物啊 解锁对应改造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他会把整体的关卡难度 拔很高 拔到一个主线第八章第九章的难度 但是他会通过这个 标志物 你可以不断降难度 有可能吧 就玩家 就是那些新手比较弱的玩家 他可以通过不断的去刷这些材料 然后不断的增强自己这个 像支援Tag一样的东西 然后从 然后 以此来弥补这个练度差距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大压对他不满意的地方 不在于关卡的难度 嗯 是的 嗯 他如果只是为了提高难度加这个意义不大 想不明白啊 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这次还加了一个400杀的角面 还专门专门标出来 确实 但是要我说 普通的玩法已经没有什么 就是他只要没有新玩法 就就挺无聊的 他没有新玩法 玩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你没有新玩法 进去就是打打八关 打就抓 但是他能有 他能做什么新玩法呢 肉哥 就做肉哥 不 但是肉哥的话 哎哎 左边左边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星雄和 星雄和 哎 还有林雨霞 星雄林雨霞和施 施怀雅 哦 哎 他前面不是说了吗 那个 就那个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主持人 他那个 关屏幕 然后开麦的时候不是说了 龙门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什么代表团 对对 好像他们都有 对啊 所以他们应该都有 你演这个皮肤应该能把衣服脱掉了吧 什么呀 哦 红终于有皮肤了 恭喜所有的老干员全部有皮肤的 你现在这样没看见吗 哦 跳得太快了 我当时有点诧异 还有这个苏苏若 他应该是男的呀 他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这太妖娃了 我也觉得苏苏太妖娃了 哦 他加强了谁啊 他把 麦哲伦加 所有的召唤加强了 还有 所有的支援进位 所有的支援进位 也加强了 但是你都要看一下那个 步兵的标志和前面三个 上面三个不一样 谁啊 你都要看他放图的时候 哦 我看到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 想不明白 然后他又搞了一个跟那个 春节一样的那个 哦 不 跟春节一样的 不是挖矿 是去年那个 哦 是吗 不是挖矿 春节 春节不是挖矿 就没了 楼门 楼门墙 中了个水连 到时候也不就一百多抽吗 就到了春节品的时候了 确实确实 打销了 也不是打销 就是 其实这个限定 其实无所谓的 你看到现在我都没有倪言 倪言相当于我的限定 哎呦 那他是 一下又出了 就是 我要就是这个 这个话 我很久以前就说过了 就是 出到后面 限定和非限定 都是一个东西 嗯 是的 限定和非限定 都是一个东西 还是不一样啊 就是形式上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 从你抽取的角度来说 它是一个东西 我有话呀 非限定你可以中年性直接买啊 呃 还有对 那确实是的 而且 玩家就是 一个非限定 一个限定上 它的接触度 接受度就是不一样的 对呀 好 而且限定 它是给你做的那个 各位不是们好 我是阿米亚的配音演员 淘典 明日方舟中文配音的工作 正在顺利准备中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就能和大家见面了 更多的话 讨厌 要想抽到限定 咱个三百抽 大家好呀 我是陈的配音演员 虹虹 一百人 这不像陈的配音吧 这个中文配的什么玩意啊 这 不一样吧 不 他有一个那个深优 深优祝福 但是深优祝福不是配音效果吧 对 应该不是配音效果 应该不是 但是我确实有点惊 等第一局出来看 淘典配了崩三的主角 配哪个 前呢 哦 哎 哎 同志们 这一次好像关卡还挺多的 他分三段开 我去你妈的 一个活动开到24号 对呀 不是就开三周吗 这不是跟火兰之星一样吗 不要出 不要出旋转木马 不要出旋转木马 这种东西 你看 你看木马 他先 火兰之星 火兰之星没东西啊 火兰之星不就把 第二个八关 拆成了五万卡给你打 他是 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先出个活动主线关卡 然后暗流运动出两关 然后再出一个赛后余波 EX关卡出个八关 然后暗流运动再出两关 三到四 然后 第四阶段出一个什么 DHMO-1 那个应该就是小角灭 那已经是大角灭了 四百斩 四百斩差不多了 就是 就是角灭吧 行吗 算了 不聊了 不聊了 我要玩GTH了 再见朋友们 再见朋友们 再见 我有 我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没搞明白 8月3号开活动 之前还有一个人跟我 下日嘉年华PART2 26号开到9月9号 危机合约 然后是极次持复刻 还可以啊 火蓝之星的所有皮肤都复刻了 罗罗岛工作间复刻 他也没有降紧啊 送的东西肯定多呀 送的东西呃 9月初主线啊 为什么 为什么还问 问我这个问题啊 怎么看啊 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搞不明白 我真搞不明白 英雄想干嘛 真搞不明白 兄弟们 真搞不明白 就是就是他 他这个宣传给我就感觉 他花了很多精力 你知道吧 他对这也印印证了一件 之前说的就是说了那么多的事情 就是他在美术上的美术上的 这个资资源是溢出的 全来做这些东西了 他 我啊 啊 我咱妈 就做那么多东西 感觉就感觉他好像做了很多东西 你知道吧 然后就应该配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牛逼的玩法 但是但是他不说 他的那个 pv里 在直播里都不说 那我就 就感觉他其实没有 他只是换了一个 就是用以前资源 来做这些东西而已 呃 他亏啊 就就宣传上我觉得是挺亏的 是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给了他 就是什么样的内容给了他信心去出这个新的限定呢 我很好奇这个事情 他有可能是有的 但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 那就其实是跟那个周年庆到六七月份 他的策略是一致的 那确实是美术之言一出没有办法做别的 这个确实是的 你没办法 呃 他的本身呢 就是产能上的这个分配 产能上的分配这个东西不均匀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正常的事情 他对于一个两年内急速扩张的企业是一件 嗯 我只能打一个正常 打一个正常的tag 呃 不过 不过说实话 他这个活动至少 这个活动至少要比周年庆好 这个活动至少要比周年庆好 这个活动 反正个人感觉就是至少比周年庆好吧 因为周年庆他实际上跟这一套形式一模一样的 就是一个set story加一个危机合约 当时周年庆的时候主要是送了一个六星 然后 然后当时还来了一个什么 什么 我们连 就那那种梗吧 那种东西一下就把那种热度炒上去的 但实际上当时 呃 而且 而且其实你看这半个小时直播内容 其实跟那一个小时 跟那一个半小时直播内容差不多吧 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就至少比周年庆 内容上多了一些 然后宣传宣传上其实差不多 因为他们都出了CG动画都还可以吧 那问题是就是大家都期待的入口 这个好像是没有的 至于之后会不会出什么 而且而且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我觉得必须要说的就是他 他玩家所说的事情他都有在做 这个之前我们就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应该更多人能看明白 像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呃 中文配音啊 这个我们又要复读了 一个是中文配音 一个是加强某些干员 一个是提升养成上限 这些事情都是有在做的 所以 所以说 所以说就是不要期待的太高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个人玩这个游戏 玩这么久下来 其实也没有太多情绪 正常来搞什么就搞什么吧 然后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进一步的话还是要看九月份那个主线 我觉得下活 呃 就从他美术资源投入和一些设定上介绍的话 我认为下活如果你不从游戏呃就是玩什么肉个就不你不要求他玩肉个的话 我认为这个下活绝对是够的 虽然他可能确实配不上出一个限定 而且也配不上出一个呃 一个前史无前例的限定 但是 但是他目前摆出的这个呃 这个下活单就的内容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包括他的剧型啊 还有一些配套的CG之类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 这就是一个两年的公司 你一直在要求他去做这个做那个 我必须要提醒一下 就是他这个这个公司是没有什么言没有什么研究前就是 之前的例子可以提供研究的 所以我就我就提醒之前做这个做那些突袭的这个应急的稿件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了你必须要做好出六星的出双六星的准备 他是这家公司是没有潜力的 他不是不是制作人是怎么样 就是这家做这家公司他是没有什么研究模板的 就类似的类似的这种企业他没有什么研究模板的 国内国内确实我找不到第二家跟他差不多的 就包括什么少钱啊碧兰啊 他其实都是在做一些一个一个较小圈层的那些东西 然后包括另外一些什么米哈游啊腾讯啊网易啊这家企业他都是已经有好十几年的这种呃研发经验 包括人力资源积累了就这家公司他不知道 没有什么研究案里他自己可能也运离物理 呃就 美术美术美术一出这个其实是现状 反正就这样吧 说实话我心里面完就完全没有没有没有起火 我心里面完全没有起火 我心里面完全是不生气的 因为我其实对这个出限定还是非限定啊出几个六千我这是无感的 因为我只要去抽就行了 而且现在这个游戏最最最优秀的一点就是你可以低配通关 你可以不用不用任就不用在乎就是说新的版本出来了以后新的六星把你老六星完全一脚踢下去 这一点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保证的 所以我一直是关注他什么就是他有没有去做新的玩法 那么这次我感觉他可能是没有肉割的 但是他把原来肉割的一些资源一些肉割的形式用在了这一次的活动内容上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说他这个定制装备这个东西 那么我想他定制装备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他要把整个活动难度往上 往上比之前的set story要往上拔上两到三层 可能拔到主线的主线的主线八九章的那个难度 那么对于新的玩家他怎么去打呢 很明显他就通过那个定制的这个 就有可能他是通过定制装备这个东西来减少一些负面tag 然后给自己加上一些增强tag 这样的话这些新手玩家他就可以把这个链度的差距弥补上去了 而且你看这一次你看pv的时候 敌人敌人的那种模型数量还挺多的 而且水地形这个东西我操我真没想到 这个sp层居然天赋二整了一个水地形 这我是这我是没想到的 他如果他如果给六给西兰整一个这个到无所谓 他给他给六星他给六星整一个这个 那我觉得他后面应该补充一个就是能改变地形的地形的效果 你知道吧2.5周年吃不出六星我不好说 我不敢下定论 哎 而且就这城是谁画的 我记得 城好像是维画的吧 你不要问我肉哥会不会在2.5周年我也不知道 肉哥什么时候出全部要打问号的朋友们 肉哥肉哥什么时候出要全部要打问号了 包括2.5周年有没有限定这也都要打问号了 啊 为他 我给他可能确实确实不说他有什么问题啊 但他确实要经历一些事情了 因为之前之前就有这样的声音在说这个事情 然后他自己估计也要 就这个金二弟会放出来 其实金一还好吧 我有一说一我觉得金一还行的 游戏内的金一其实还行 但是金二就不说的 画的像黄吗 黄好像也是维画的吧 有隔壁企业脸的那位我 金二动态确实还可以 就是就是大家其实围绕这个维和这个SP城主要的问题就是在脸上 但是但是你们其实不关注一下这个角色的设计吗 我其实觉得这个角色还行吧 就是包括他设定 但而且 而且完全不出意外的就是 他把他把干员的强度又往上拔了 你看那个城的那个 三技能一开那一枪 我操恐怖的一批 而且他还能配到那个ash 他强度强度拔了 他可能就就知道会出这种事情你知道吧 他可能就知道会出节奏 他拔强度 有的人留得下来 有的人离去 每一次几乎每一次出卡池 每一次出限定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总之我觉得大家先不着急去评论区啊 跟着打架之类的东西 我建议是等到8月3号那天活动开了再说 我非我我非常建议就是等8月3号那天开了活动 然后具体体验了以后 你再考虑要不要去介入 而且说不定你就抽到那个限定了呢 就是就是其实你看那些type title 还有b站上的这个 呃这个各种低分的评评分 我跟你说里面可能有大概 大概40%都是 我操没出没出货乘船了 操你妈 就大概是这种 哎 至于那个海猫和内部团队 我不是内部员员 我不知道 但是我我我要跟你们说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 就是我之前是收到过 呃类似的内鬼的消息了 他形容这次下活跟过年一样 没有了 后来我们也不让他继续说的 过年一样 我真不知道什么叫过年一样 当时过年一样 我想的就是直播限定 加一个 呃 肉鸽 但是这次没肉鸽 呃 这次至少没说是有肉鸽 我不知道具体活动开了以后是怎么样 所以 所以各位 我非常建议就是 等8月3号 你再去场 去介入这些事情 等8月3号 你看一看 再说 行了 那我下播了 截